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在这里大概讲给你们听我们进行研究和理念 我们这个研究是想追踪300个小朋友 在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出生的小朋友 我先讲讲我们的团队 这个研究是由我和梁亭勋教授共同的领导 梁教授今天抱歉是我们移科医生的主任 其中有不同的同事 有移科的同事 有心理学的同事 教育心理学的同事 苦产科的同事 还有化学科的同事 因为这个研究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范畴 所以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同事 是帮忙和我们一起做的 大家都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BB在这里 当我们看到BB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BB 因为他们很有趣 你看到他都很完美的BB 但是当他们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每个小朋友 他们的发展的速度和能力 都是有点不同的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每一条线 都要代表一个小朋友 他们的发展的trajectory 你可以看到 有些小朋友快点 有些小朋友慢点 那譬如我们讲 如果我们讲人 我讲人 知道不看不看 看到我看不看 看不看 我用个Mouse 那你看看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很快的 有一个小朋友 就很慢 那有些快 有些慢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慢的话 是不是永远都慢呢 那你快的 是不是永远都快呢 如果你慢的話是否可以追上去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暫時我們都不能說到 如果你慢了兩個月 那你永遠都是慢的 我們知道有些慢 有些可以追上去 但有些慢真的永遠都會慢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去慢的程度 就會去到一個 disorder的領域裏面 譬如不同的小朋友 有不同的發展問題 學習障礙大約有9%的小朋友 學習障礙大約有8% 讀書障礙大約有10% 而自閉症在美國有1.5%的小朋友 都是這個問題 那究竟你是否慢到一個程度 最終都會呈現這些問題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還有我們想可以做到 如果我們可以很早地 預計到 預測到 究竟你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的話 可能我們很早 就可以做一些介入 令到你可能不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的研究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些很早期的指示 可以幫助我們去預測 究竟那小朋友 他的成長是會怎樣的 那麼我們可能會看看他們聽覺的問題 我們看看他腦部的發展 我們看看他父母有沒有其他問題 他吃的東西 他腸胃裡面的細菌 種種的問題加起來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 我們加上一些不同的因素之後 可以幫助我們可以做到一個預測 這些指示 其實是有很多時候 都是跟我們的文化有關 我們住的環境有關 那所以呢 我們不可以說 只是用外國做過的研究 去應用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我們住的環境裡面 因為有很多問題 是地區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呢 我們嬰兒的腦部發展 是有一個天生的問題 也有一個環境的問題 去令到我們的腦部發展 而小朋友的腦部發展 嬰兒的腦部發展 是會影響到他們語言和認知的發展 他們語言和認知的發展 是會令到他們讀書的時候 是讀得成不成功的 如果他讀得好 可能他那個就業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他就業的機會增加了 他們的生活質素呢 都會有不同 而他們的生活質素呢 也會影響他們的子女環境 那個成長的環境 那當然呢 我不是說 你開始的腦部有事 或者你的腦好呢 那你永遠都是OK的了 那我們知道呢 環境啊 生活成長的環境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無可否認呢 初期老的發展呢 對我們的人生 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早 就是因為早呢 就會影響到事後一連串的問題 那我不說 那 不如我講一下我們吧 那我們這個 Cohort Study 追蹤的研究呢 是有兩大目的的 第一個呢 就是我剛才說過 我們就是想找一些很早的predictors 好一些最早越早越好的predictors 去幫我們去估計 究竟這個小朋友那個 腦部啦 語言啦 和認知發展是會怎樣 然後我們找一些的predictors 一些預測的indicator 就是可以 可以在我們的本地的小朋友裡面呢 可以形容到的 我們會用一個追蹤的方式 以及我們會去搜集一些很多的資料 是關於小朋友的發展啦 嗯 跟著我們用不同的分析的方法呢 去幫我們去 去建立一些 用統計學的方法呢 去幫我們去預測 那 當我們做了這件事之後呢 令我們想做呢 可能在我們這個五年內呢 就可能會細形少少啦 就是呢 去找一些因素 看看有什麼因素可以改變的 因為我們知道改變呢 如果是在改變的那些因素呢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去改變 還有我們知道呢 早呢 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從臨床的實驗啦 還有我們從一些 甚至在一些 動物的研究裡面呢 知道我們腦呢 越早呢 就是容易去 越容易去改變 所以我們早呢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來的 所以剛才啊 Professor Robert 想說到的那些 strategy 是不是我們 如果當我們預測到這個小朋友 他的語言發展不好了 是不是我們應該很早就要用 Professor Robert 剛才說的那些方法去介入 我們將會呢 希望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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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三百個小朋友 在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 附屬的醫院裡面 威爾星親王醫院裡面呢 就找三百個小朋友 去追蹤 希望可以追蹤到他們五年 找一大量的數據 還有另外我們想做的一件事呢 就是去建立一個生物庫 Bio Bank 裡面呢 就含有他們不同的生物的組織 例如他們的口水啊 甚至乎他們的血啊 以及他們的大便 那麼我們暫時呢 就沒有計劃去分析他們 我們是先儲了他們的 當我們真的研究 然後就有一些很 很 很 尤其的成果之後呢 我們就拿回那些口水出來 跟著再去 看看他們的遺傳基因 怎樣那些遺傳基因呢 以及他們的發展 是有些什麼的關係 那我講了一點點 我們初步 現在初步的研究 給你們聽先 是一個很初步的研究 我們大約是 很細形地做了一年左右 從去年四月開始做 現在我們大約呢 是輸了幾十個小朋友 大約輸了三十五個BB 那這些BB呢 都是廣東話為母語的 他是家裡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講廣東話的 那我們就 開始追蹤這三十五個小朋友 那我們用不同的方法 我現在講其中一個方法 給你們聽先 我們是怎樣測試這個小朋友 我們用呢 剛才啊 李教授呢 都說過呢 就是他用EEG 腦電圖 去看他的腦的發展 我們也是用這個方法 但是我們的方法呢 就是跟聲音是有關係 還有呢 特別是呢 注重看他們的腦幹的發展 大陸 我們的腦呢 有不同的部分 其中一部分呢 就叫做腦幹 腦幹呢 是一個很早期的中區神經 那我們這個方法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播一個聲音給小朋友聽 而我們找這些 Electros呢 我們就可以量度回 究竟他的腦 腦電波是什麼樣子 我可以給一個聲音 你看這個方法的重要性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播一個聲音給你們聽 而你那個腦 那個腦電波 我們抽出來的那個腦電波呢 就是你在聽什麼的 那這個方法呢 特別是注重高低音 剛才Professor Kaga Professor Lee呢 都說過說 中文呢 是有高低音的分別 普通話媽媽媽媽媽 廣東話呢 就有詩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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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不同的聲調啦 那因為這個高低音呢 對中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研究呢 就是針對這個高低音 聽到高低音的發展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特別可以呢 是令到我們知道 他的腦幹 是怎樣聽到高低音 那我給一個例子 這個呢 就是我們給這個 給這個 subject 聽的 給這個試驗者聽的 這個就是我們 拿出來 在他腦裡面 究竟聽的是什麼 腦幹 腦幹 再多一次 你聽到高低音 還在那裏 對不對 給了第二個聲音 這個是我們播給他聽 接著我們是讓他聽 我們量度到的 是不是聽到高音 是不是 OK 這個方法的好處呢 就是我們可以聽到 究竟他腦是收到什麼 明白嗎 這個是大人 所以大人呢 是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聽 我們看看小朋友 這個呢 就是小朋友 一個BB 幾個月大的BB 是小朋友 OK 好 好 OK 我用圖去顯示 給你們聽 究竟我們是聽到什麼 小朋友聽到什麼 黑色的那條線呢 就是那條高低音的那條線 我們給他的 黃色的那條線呢 就是那個BB 腦幹究竟在做什麼 如果那個BB呢 是完美的話呢 聽到聲音是完美的話呢 這兩條線呢 應該是搭在一起的 是不是 那你看這個BB呢 不是搭在一起的 是有些出錯 是不是 但都很接近的了 其實 但是是有些出錯的 OK 因為這個是一個BB 那我們現在研究 就是發覺 你一歲 一個月和九個月的BB 有很大的分別 可能你不懂得看這些圖 但你也知道 這個是比這個 九個月是比一個月好多 我希望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那這個是跟我們的腦幹 那個腦細胞的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 我也不多說 但是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是有其他的證據 可以告訴我們 腦幹在頭一年裡 經過過程 是成熟化的過程 我們看到也是 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看一下 我們運動了三十多個BB 每一點就是代表 一個BB的腦幹 在做什麼 我們首先看這個圖 這個圖 Y-axis就是幾天 一百天至三百幾天 這條線 Y-axis就是 它有多準確 你可以看到 越大的BB 是越準確的 OK 我剛才跟你說 這些是講廣東話的BB 它不是講普通話的 我們要給它聽 我們要給廣東話 和普通話 你可以看到 廣東話 它就會越大 它的腦幹就越漂亮 但是對普通話 就是沒有關係 它只是亂聽 因為它環境裡面 是沒有普通話的 OK 在香港 我們威爾斯商王醫院 其實大約現在 有三分一的小朋友 在相遇的家庭 這些小朋友 都是我們想 可以去研究的 這個是用另一個方法去看 就是看它錯多少 越高數字 就是越錯得多 你可以看到 年紀越大的小朋友 就是 錯是越少的 明白嗎 OK 現在這個就是 大 我們可以整個群小朋友去看 但是我想你現在去看看 那個差異性 就是 如果我看三至五個星期的小朋友 就是這個圈裡面 可以看到 有些小朋友厲害 有些小朋友沒有這麼厲害 其實有很多差異性 大一些都是有差異性 我們想問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 這個差異性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三至五個星期的差異性 可不可以拿來幫助我們 去預測 究竟這個小朋友 在一歲 或者兩歲 他的語言和認知的發展 OK 那現在我們的初步 就是找了十三個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其實有一個 預測性在 這個就是 pitch error 就是他們錯多少 越高 就是越錯得多 那我們就是 在大約三至五個星期 量度他的老幹 八至十二個月之後 就量度他究竟有幾多的詞彙 發展到 vocabulary development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如果越錯得少的朋友 他的詞彙是越多的 OK 所以其實可能 告訴我們 老幹 早期 有幾個 準確性 就是 跟他們 將來 八個月 至十二個月 之後 那個語言發展 可能是有關係的 這個 特別就是 看他廣東話 對廣東話 第二聲的敏感度 但如果你看他 普通話第三聲的敏感度 和詞彙發展 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 廣東話的小朋友 這些是很初步的研究 只是告訴你們 我們沒有公開其他地方 OK 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繼續進行這個研究 輸入大量的小朋友 以及搜集很多不同的證據 然後希望用到這個 預測性的模特兒 去幫助我們 去想怎樣做這些 intervention OK 那我所講的介紹就是這樣 有什麼問題 不如我把以下時間 變成答問時間 好嗎 無論在這邊 或者在另一邊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用廣東話 我想黃教授可以回答 如果你想問其他的講者 我們再請他進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職場的問題 給黃教授 教授 謝謝你們 我想問一下 你們研究 這些小朋友 你們會研究他們的大便嗎 是嗎 我想問一下 大便裡面 你們會 看什麼 看什麼 其實大便裡 我們是在處於 但是將來我們想看什麼 就是他的細菌 因為我們的大腸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細菌 而那些細菌 都是要有平衡的 有平衡的 那麼 我們那個細菌 影響到我們怎樣吸收 影響到我們老部 全新的發展 可能 其實這個是很尖端的 現在是盛行 就是叫一些人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新聞 叫我們捐 有錢收 可以捐大便 有錢收 是的 那麼我們 以我們所知 就是沒有人在小朋友 在想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在儲 如果 我們發現 有些小朋友的發展 可能不太好 那麼如果我們 把那些大便出去看 其實會不會跟 裡面的細菌 是有關係 這個是將來的 是的 這是幾年後的 但是如果現在不儲 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都在說 我們的腸 是我們身體的第二個腸 是的 沒錯 所以我也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知道那個結果 是的 謝謝 Hello 多謝你的研究的想法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我想看一下 你們會不會 其實已經 寫出了一些 譬如我們說 其實 胎教或者 媽媽 或者爸爸 那種教育程度 或者社會地位 對你們這個 你會不會看到有些分別 或者其實我們會不會再提前一點 有些建議是提前一點 我們在產前 除了做一些很生理上的教育 或者講座給父母意外 或者他照顧者意外 其實他會不會再加多一點 一些 skill and knowledge 是about language development 或者其他 有意義 你有兩三個問題 其實 你先說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搜集很多資料 其實 不是我們這個研究 其實已經有研究 就是說 你的家庭的經濟狀況 以及你的認知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 其實 所以這件事 在實驗上 我們是要控制的 是的 但是 在威爾斯親和醫院 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那些家庭 因為一個是公立醫院 還有在大埔沙田 和北區 香港的那一區 那一群的人 那個經濟狀況 都是相似的 在威爾斯親和醫院出生的那些小朋友 和養和醫院出生的那些小朋友 是很不同的 OK 大家都知道 應該的分別 所以這個是好 但是 如果我們一定要有大量的BB 我們只可以控制這個 在實驗上控制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 你們在說 是不是可以往前去看 其實我們都想做 其實我們都在想辦法 可以是生之前去看的那個胎 其實是有一個方法可以做到 但是技術上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 未必沒有一個BB 都會照一個很漂亮的ultrasound 是的 如果你去私家醫院 我的小朋友都在我們身家醫院 那時候我們照一個很漂亮的 你什麼 幾隻手指 什麼都數出來的 那其實最好就是 照4D 量一下他 創產前的老 那個大小 那是最理想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都希望可以超過得到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是不是一早就要教那些父母 教那些父母 去怎樣 應該有些什麼做 怎樣去溝通 那其實一樣是intervention 暫時我們還沒有做intervention 因為我們想在沒有intervention之下 他自然的環境之下會是怎樣 然後我們再看看intervention是有什麼幫助 所以暫時還沒有做intervention 你說的是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們暫時還沒有做 OK 謝謝 谢谢大家